话重点时间带观众朋友关注到 美国总统拜登在台湾时间周一凌晨 闪电宣布退选 并且表示他支持他的副手贺锦丽 接棒继续参学 而这个震撼消息虽然从上个礼拜已经开始酝酿 直到呢周末美国时间周末才释出 可是对于政坛还有全球政界来说 都是个震撼蛋 外界就观察接下来贺锦丽真的能接棒成功吗 还是会先处起民主党党内的风暴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媒体呢 已经特界开始反应了 像是时代杂志的封面呢 PO出了这个电子版面 可以看到这个是拜登离去的背影 而这是贺锦丽在他后方继续前行 而拜登已经表态了 希望他的副手贺锦丽可以接棒来参学 但是呢川普他的对手可说是嘴上不饶人 他说川普是游戏来最烂的美国总统 换了贺锦丽他也没再怕 他觉得贺锦丽更好打败 甚至他还笑称说拜登宣布退选的隔天 会不会就忘记自己退选的决定了呢 甚至还帮两人取绰号 叫沉睡桥以及贺锦丽一些不雅的绰号 而现在民主党内呢外界就观察 贺锦丽到底能不能在全国的代表大会上 获得所有人的认可提名还是民主党内杂音不断 会不会有其他的挑战者出现呢 而另外一方面呢针对拜登宣布退选的这样的决定 其实普遍来说党内大佬都是表达支持的 像是希拉蕊以及他的政府克林顿 都已经宣布支持贺锦丽来接棒了 不过民主党内其他的政治明星 像是曾经访问过台湾的裴洛西 以及前总统欧巴马夫妇 倒是只支持拜登退选 但要不要支持贺锦丽 似乎欲待保留 美国总统拜登闪电退选 震惊全球向来挺民主党的CN主播 得知消息眼眶反泪 时代杂志马上换新封面 延续上回设计 这次拜登已经走出框 换贺锦丽昂头阔步走进来 民主党内接续赞扬拜登的决定很勇敢 退选决策保密到家 根据了解拜登先找来两位 亲近幕僚撰写退选声明 发布的前一分钟才告知贺锦丽 以及白宫幕僚长 不过欧巴马和佩洛西的动向 引发异策 因为佩洛西和欧巴马 至今为表态支持贺锦丽 外传 佩洛西不希望空降人选 倾向举办党内闪电初选 在拜登退选8小时后 捐款电话涌现 民主党募得5000万美元 大约16亿台币 是2020年后单日最高募款额 TVBS新闻得不到 而拜登退选了 而过去抨击拜登的声音 似乎也因此消退 普遍的民主党人士呢 都是敬佩他做下这艰难的决定 而且是为国为民 把美国利益还有党的利益 放在优先与个人之前 不过其实过去呢 拜登会遭遇如此大反对 他继续竞选到底的声让 主要就是因为 他从去年到现在 频频出状况 我们就带您看到 其实呢 在北约的这个峰会上面 他把泽伦斯基称为普京 虽然拜登事后呢 有解释 他说是因为自己 太想协助乌克兰打派普清 所以才有口误 而还有 把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丁 喊成那个黑人 似乎好像也不是很妥事 另外一方面呢 也把党内的拉丁裔党团 跟非裔党团给念错了 同时也把非裔的饶舌歌手姓名 讲错 在空军官校的毕业典礼 降台上面跌倒 而且是正面跌倒 都让人觉得拜登是不是已经过于衰老 还有呢 像是他把贺锦丽叫成川普的名字 这场面也相当的尴尬 而且在跟巴西总统呢 同台的场合当中 忘了跟巴西总统握手 甚至不小心撞到国旗 而私人的募款活动呢 常常会念念不忘同样的世界 不断的复数 同时他声称经过每一场的大型的枪击事件 以及在2022年 德拉瓦州骑脚踏车的时候 拜登也曾经跌倒 都让大家对于他的健康状况 捏了把冷汗 加上他宣布退选之前 也传出了他再度确诊 而成绩多日之后 虽然幕僚强调 他们一定会选到底 但是呢 似乎拜登在最后一刻 还是决定宣布退选 而他的幕僚 却是看到报道出来之后 才知道相当的心碎 而与此同时呢 其实加拿大 欧洲还有各国的元首 都表达对于拜登的敬佩 但是还是有很多的 拜登支持者文讯难过落泪 美国总统拜登 抛出退选震撼弹 从各国元首第一时间的回应 来看似乎都松了一口气 欧洲多国领袖纷纷在社群媒体上 对拜登表达敬意 英国新任首相施凯尔和德国总理肖茲 都表示拜登的决定值得尊重 波兰总理图斯克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 也表达钦佩和认可 称拜登的决定勇敢有尊严 而不止政界元首暗暗松了口气 美国好莱坞大姐大巴巴拉使醉山 同样火速po文 感谢拜登对民主的维护 赞美拜登将名流侵蚀 另外曾演出星际争霸战的 好莱坞知名日裔演员乔治武警 曾在星际大战饰演陆克天行者的 马克汉米尔也都发文表示肯定 这位选民对拜登的支持 异于言表 先是哽咽说不出话 一想到拜登以大局为重 最后还是忍不住在镜头前大飙累 无论如何 民主党支持者的唯一目标就是胜选 但接棒的贺锦丽 能扛起打败川普的重责大任吗 支持者和盟邦国家元首 终于放下心中大石 但拜登退选后 艰巨的挑战才正要开始 TV别新闻综合报导 而拜登做了艰难的决定 宣布退选过后的民主党真能逆转胜 偏盛选还是又是另外一个茶壶风暴呢 我们要带您看到的是因为呢 再过48小时 现在可能也低于48小时了 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这个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到底谁能出现 虽然拜登还有克林顿夫妇都要力挺贺锦丽 但是党内似乎有杂音 我们从民调来看到 因为贺锦丽现在来说似乎不是一个强而有力 可以直接打败川普的一个候选人 因为呢 CNN综合了像是ABC各式各样媒体的综合民调 发现呢贺锦丽的支持度是47% 那么川普是48% 其实两个人呢 都在2%的误差范围没有显著的差异 其中大多数的民调都是在第一场辩论之后举行的 只有一间民调是在川普枪击案过后举行了 而枪击案呢 这一些子弹可以说是把川普的声势再度烘托了起来 但是呢 国内的政治学者苏宏达表示 他说这未必川普他现在就是躺着赢躺着血 就能成为美国总统了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民主党都还没正式提名呢 贺锦丽呢 虽然可以挟着这个拜登的竞选系统 还有希望能够承接他所目的的这些款项来进行竞选 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贺锦丽可能在民主党人的心目当中 也觉得他足够强吗 因为不要忘了另外一个呼声很高的这个女人 这个前总统欧巴马也是前第一夫人秘雪尔欧巴马 他其实也可以说是呼声很高的选择 那么进一步分析呢 这个台大设个院的院长松达表示 秘雪尔欧巴马声望很高 但是时间这么短他愿不愿意出来 能不能寄居所有的资源跟能量也还很难说 但是在欧巴马明确宣布他要挺贺锦丽之前 其实秘雪尔欧巴马到底会不会出来 都还是有很大的变数的 周日傍晚白宫外 美国总统拜登支持者自发性为他举办感谢活动 也力挺改换贺锦丽选总统的决定 我们在美国之间的时刻 很多国家都会有女的领导 所以我们在准备 说民主党现在改推一个好战派参选 川普阵营更是火力全开 亲川普团体砸下25.5亿台币 推出攻击贺锦丽移民政策的广告 川普上周末造势 也马上帮贺锦丽取了新外号 拜登退选后 川普说贺锦丽更容易对付 但贺锦丽真的比较好打吗 CNN这几周平均民调显示 贺锦丽支持度与川普只差1% 共和党分析师认为 尽管年轻选民可能挺贺锦丽 他的光环恐怕会被拜登的 移民政策拖累 曾成功预测九次大选结果的 历史专家力奇曼说 民主党如果想赢 应该团结挺贺锦丽 才能保有他13把钥匙理论中 慎选所需的多数关键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不过拜登退选的这样的震撼消息 对于台股来说是重重一极 今天不晓得您的投资组合 投资表现如何呢 整体台股来说可以说是重挫的 我们带你看到呢 今天收盘的时候 下跌了612点 整体指数说在22256点跌幅来到了3.2% 这可是今年第二大的跌点史上第六大的跌点 像是先前十分强势的台积电 联发科以及鸿海呢通通都是跌的 那么目前呢台积电已经不见千元以上的水位了 而且盘中呢一度只坠700点 而外界认为呢这很有可能是因为接下来呢 川普的胜选意味浓厚 虽然民调不是这样趋势的 但是呢股民频频就会忧心 川普胜选过后呢 是不是会掀起地缘政治的风险 对台湾的科技产业不利诸多的猜想 也因此也反映在台股的指数上 美国在选角力持续升温 也连带影响到股市 周一台股是以22818点开出 随后是走下行趋势 甚至一度下跌超过600点 每选效应发酵 每股四大指数上周拉回 台股周一持续震荡 盘中一度狂洩超过700点 中场以22256点坐收 下挫612点 是台股史上第六大跌点 也是今年的第二大跌点 台积电ADR上周五下修跌幅3.55% 不过其实市场传出利多消息 美国对大陆半导体出口制裁 陆器为此扩大囤积晶片 台积电迎来极单 但股价似乎救不了 周一台积电再下挫 早盘出现938元 中场收在939元 跌31块 四个交易日市值蒸发三兆 股汇双杀 周一新台币对美元收盘 三十二点八四八元 贬值超过一角幅度来到百分之零点三六 跌破三十二点八元价位改写近八年半的盘中新低记录 说今年来的涨幅已经达到三十六个百分之 如果你去看季欠的这个乖离 这是六十日的这个正乖离来到十二点二 一个大环境来说其实也应该要休息 回归基本面紧接着要迎来美国科技财报周 Google母公司特斯拉将在美国时间七月二十三号率先公布财报 微软 超微 米塔 苹果 英特尔等大厂 也将陆续在七月底到八月初陆续公布第二级野鸡 除了科技类股分析师认为拜登退选有望为基础建设类股 网络通讯绿能电动车族群 挹注成长动能美选如何发展牵动全球股市 体育新闻联续明节台北上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七点到九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